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欸 韋婷 韋婷 你在幹嘛 我在找英文學習的APP 我想要利用一些零碎的時間 加強我的英文聽力 欸 看不出來你蠻會使用現在的科技的 那是當然的啊 那韋婷 你有沒有想過 要自己寫一個非常有創意的APP 然後放在Google Play商店上面 讓大家可以下載使用 怎麼可能啊 寫程式很難欸 而且我又不是念職工的 怎麼可能會寫APP啊 嗯 既然你不是讀職工系的 那代表你沒寫過程式啊 怎麼知道寫APP很難 感覺啊 例如說 寫APP需要打很多的英文指定 而且啊 程式碼要很多很多行欸 看起來就眼花撩亂的 根本就不會想要學 嗯 那你有沒有學過 玩過樂高機模啊 小時候有啊 可是幹嘛突然聊到這個啊 欸 沒有轉移話題喔 如果已經有人把寫APP程式 簡化得跟堆積木一樣 那你會覺得很難嗎 嗯 怎麼可能啊 這當然可能啊 其實已經很多人發現 程式語言真的很難 所以開始做一些改變 比如說 Google 在2010年的時候 開發了一個新的APP開發工具 它叫做 APP Menter 它就是利用寫木式的程式方塊 來取代複雜的程式碼 有些APP啊 甚至只要用五六個程式寫木 就可以完成開發囉 真的嗎 真的像你講那麼簡單嗎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我應該可以學會喔 哦 當然啊 而且後來 APP Menter 還交給 MIT 麻省力工學院 還被推廣到國小小朋友身上呢 連國外小朋友都可以學會嗎 不會那些都是天才兒童吧 嗯 當然不是啊 其實在台灣 一般的小朋友可以學得很好喔 比如說在豐甲大學 每年寒暑都會開辦 兒童 APP 程式開發夏令營 那小朋友在老師的指導之下 可以完成好幾個 APP 程式 他們還可以自己開發新的 APP 上台發表自己的成果喔 而且除了小朋友之外 學校也已經針對阿公阿嬤開發相關課程 大家都學得很開心喔 如果連阿公阿嬤的人學會 我應該也不能輸給他們吧 沒錯 我們不能輸啊 而且學校為了鼓勵大家學習 在大一就把 APP 列為必修課程 那除此之外 每年還會舉辦 逢甲大學的 APP 程式競賽 它的獎金還非常非常高喔 讓大家有發揮創意跟想像力的舞台 後續啊 也在通識課開設很多課程 讓同學想學的就可以繼續學 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 一切都已經準備好了 就等你跟每一個同學一起加入喔 真的還蠻吸引我的耶 可是我要從哪裡開始啊 這非常非常的簡單 只要你每個禮拜 繼續觀看我們的 APP 影片 然後把這個課程完成 你就可以經由 APP 程式開發的基礎 你不覺得這比每天在 YouTube 上面追蹤一些廢片 看網紅用泡麵洗澡還來的有意義嗎 好啦 我會取消追蹤一些網紅 然後改追我們的 APP 影片 欸 偉聽偉聽 我跟你說 如果哪天我們的影片貶輯率超過百萬 那是不是代表 YouTube 會給我們錢啊 這時候我們就來開辦感謝祭 然後送大家非常好的禮物 感覺還不錯耶 蠻期待的 可是你要準備什麼禮物啊 禮物就是 欸 我想想看喔 啊 我知道了 我們就提供大家免費 重修 APP 課程的一次機會 讓大家再修一次 那你覺得怎樣 我看還是算了吧